第189集 满分 苏野 顾七走到讲台前 拿过白雨桥的手机 扫了眼他的成绩 他的语文也是139 白雨桥看着顾七的表情 沈笑道 能跟我比的第一 你也算是超常发挥了 不过 咱们的赌局说得很清楚 一定要有一颗分数超过我 相同分数不算呢 顾七捏了捏小拳头 又到黑板旁 看了一眼自己其他颗的成绩 分别跟白雨桥对比之后 眉头顿时拧到一起 除了语文和白雨桥分数相同 李宗比他低八分 其他颗都比他差了不少 这个白雨桥真的是个考试机器 简直比西塔拉尔琴还要讨厌 这次数学这么变态 他都能考一百四十分 看来在考试方面 白雨桥真的无敌了 田冲反应过来 首先出声安慰道 顾七 没事的 你已经很棒了 其他学生也纷纷表示同意 顾七 你这次能进步到年纪第十 就已经替咱们搬平反了 就是 这次你跟他并练 下次就能超过他了 顾七捶着头 没说话 白雨桥将手机揣回兜里 扫里眼趴在桌上 还在睡觉的苏眼 牛逼哄哄的丢了句 一群垃圾抱团取暖 白雨桥 你别太过分了 田冲气得要死 可自己的成绩真是拿不出手 白雨桥没再理会他们 直接出门往楼梯口去 这个结果是必然的 他就不可能输 路过二十三班后门口时 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 他走路本来就快 猛的被绊了一跤 向前列起了好几步 这才勉强稳住 全般哄堂大笑 白雨桥看向后门口 伸脚伴他的人 是苏野 苏野漫不经心地收回腿 打了个哈欠 慢吞吞地从桌子上爬起来 他有起床气 脸挺臭的 苏野 你什么意思啊 输了还不服 苏野揉了揉太阳穴 下巴朝成绩表方向抬了抬 挺懒散 其他同学的成绩不看看了 白雨桥喝笑了一声 哼 我可没那么无聊 天冲张了张嘴 咽什么都没说 确实 当时说的是全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刻成绩能超过白雨桥就行 可是 连顾漆都不行 其他人就更别想 班里的咳嗽声 此起彼伏 纷纷潮塑也识眼色 众人的心声 还是不要让白雨桥去看了 看完只能让他有更多的借口侮辱咱们 白雨桥抬脚又要走 苏野直接忽略全班的提醒 抬手敲了敲身后的墙 挺挑衅的 去看看 说不定又比你高的 班里桥见他表情挺凶的 不知怎的 就突然想起 那天在操场上 被唐薅头发威胁的事 如果自己就这么走 以素颜的狠劲 说不定会直接冲出来 把自己再薅回去 不就是去看看吗 算了 他也不在乎再多走两步路 紧接着 他又一次回到了黑板堂 挺不耐烦的 对着成绩单 从上往下扫了一遍 本想应付了事 结果 当他看到下半部分的时候 突然就愣住 一排整齐划一的42分钟 夹杂着 特别不合群的一个分数 全班都注意到 白雨桥的表情有些不对劲 顾七更是好奇 也重新看向成绩表 他首先扫到同桌的名次 顿时有种 乌云散去的感觉 爷爷 你这次不是最后一名了 进步了十多名呢 说话的同时 他向后看了眼同桌的分数 突然觉出问题 同桌考了这么多42分 怎么还能进步十多名 光是李宗一科 就比排在他后面的同学 低了好几十分 可当顾七看到 最后一列数学分数时 跟白雨桥一样 也呆了 他有些不可置信 揉了揉眼镜重新看 结果还是一样 他同桌 数学竟然考了一百五十分 满分 白雨桥考一百四 已经很变态了 他同桌竟然满分 爷爷 你数学考了满分 鼓气又惊又喜 看向苏野的眼神里 全是小星星 满分 苏野 数学 全班鸦雀无声 小祖宗们 右下角点赞收藏和评论 第一百九十集 素野做对了 不知过了多久 同学们逐渐反应过来 短短几分钟 全班从懵逼 到兴奋 再到狂喜 全都围到成绩表旁 白雨桥被挤到后面 脸上的表情还是傻住 整个人凌乱极了 苏野的数学考了满分 怎么可能 天冲激动地敲着成绩表 白雨桥 服不服 完全不在乎 那个光辉灿烂的一百五十分下方 就是自己的数学成绩 九分 白雨桥掐着手指 想了半天 抬头看向田冲 苏野考满分 你觉得可信 白纸黑字 过真价实 没有任何犹豫 虽然他们不知道苏野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进步 但他们就是相信 毕竟这不是苏野第一次给他们惊喜 他能让小兔子和张光秋的头发起死回生 还能弄到雷杰全部的签名周边 更何况 他们这几天都看到苏野在做数学卷子 可白雨桥却一副看透一切的表情 苏野 我好听了说 可能是沉寂表印错了 我不好听了说 他轻笑一声 你心里有数 他语气挺淡的 可举手投足都是高高在上的姿态 谷气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你怀疑我同桌作弊 学年级就他一个满分 他能抄谁的 白雨桥双手还胸 手指在手臂上轻点着 他能弄到答案啊 虽然白雨桥不想承认 但以博云李现在对苏野的态度 其中考试的答案 只不过是苏野一句话的事 周围开始有小声的议论 班里的同学也是想相信苏野的 但是学渣突然间满分逆袭 还是最变态的数学 确实有些玄幻 顾气和田冲再想距离力争些什么 突然觉得肩头一沉 苏野不知何时走到他们身边 轻拍他们的肩膀 示意他们退到后面 田冲表情担忧 他知道苏野的脾气 怕他与白雨桥打起来 正想着只见苏野对着白雨桥 朝黑板抬了下下巴 现场出一道 做不出来像我输 一向能动手绝对不抄抄的苏野 今天突然想来闻的了 全班命命相去 没想到他这么高 白雨桥脑子里 那可全是张刚水准的竞赛题 说不定比这次考题还难 白雨桥本桥也愣了 不过他很快拿起粉笔 转身面向黑板 生怕苏野反悔 嘴上说了句 放心 我不会给你出很难的题的 可下笔写的 却是他能记住的 最难的一道奥数竞赛题 保险起见 白雨桥稍微改了下题目 这样一来 苏野就不可能提前知道答案 题目写完 他微微偏头看向苏野 天冲没啥反应 对他来说 每一道题都是奥数题 根本看不出难度 顾气的小脸确实垮了 出这种题 也太欺负人了 可很快 他们就见苏野捏了根粉笔 掰成自己习惯的长度 走到白雨桥的题目旁 直接下笔 几乎没有思考 同时 张光秋与高盛南 一同出现在班级门口 苏野数学成绩满分的是 在办公室里掀起了不小风浪 高盛南跟白雨桥一样 也认定苏野作弊 直接就去找刘碧反应 刘碧按规矩办事 找来了那场考试的监考老师 范中进 范中进整场考试 都很关注苏野的动态 他没有看到苏野作弊 高盛南还是不服 见张光秋正好来二三班上课 便也跟着来了 目的就是要检验苏野的成绩 啊 雨桥 你怎么也在 高盛南刚要疑惑 看到黑板上的题目 瞬间反应过来 他没再说话 只静静看着苏野作题 张光秋看完白雨桥出的题 刚找到解题思路 却发现 苏野已经算出答案了 因为题目 白雨桥有改动 他这会儿也找来笔 验算答案 他速度落后苏野有些着急 算完后 猛地抬头看向苏野的 竟然真的做对了 而且 人家比自己做得还快 田冲看到白雨桥的答案 高兴得道 苏野做对了 太牛逼了 白雨桥死死地捏着笔 高盛南盯着苏野 表情挺怪的 一脸的不可置信 苏野回头 冲田冲勾了勾唇 并没有停下笔 而是回身 继续在黑板上书写 众人不解 已经答对了 那现在写的又是什么 小祖宗们 第191集 算命先生的话 半分钟过去之后 张光秋缓缓地笑出 两排洁白的小牙 声音极其兴奋 苏野现在写的 是这道题的另一种解题方法 高盛南也看出来了 但他压根说不出话 白雨桥文言震惊无比地 看向黑板 这么难的竞赛题 苏野不仅做对了 而且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又想到另一种 连教案里都没有提过的解题方法 骗人的吧 正冷间 苏野已经写完了 两种解题思路 同样的答案 板板正正 他走下讲台 随手将粉笔往笔盒里丢 一个漂亮的抛物线 粉笔准确无误地投进 想跟祖宗玩 你们还太嫩了 全班陷入一片寂静 尚克林早就想了 根本没人察觉 半晌过后 张光秋迈上讲台 敲了敲黑板 头愣着干什么 改记抄下来 特别是苏野写的第二种方法 更巧妙 也更容易理解 这么难得的学习机会 还不抓紧 学生们这才反应过来 纷纷回到座位上 填充钢提笔 就突然想起什么 看像还愣在原地的白雨桥 白雨桥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白雨桥脸色一变 现在他输了 一是要跟全班道歉 二是要承认自己是垃圾 他当然记得 可是 记上次一数 这是他第二次输给苏野 本就无法接受 自己会败给一个学渣 现在还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扭头看向门口 想等高尚男说一句公道话 可高尚男不知何时 竟已经离开了 白雨桥一张脸黑得阴沉 全班都直勾勾盯着他 他钻了钻拳 低着头 对 对不起 我不干说你们 我 我 我才是 后面垃圾两个字 他实在是说不出口 不管到哪 他都是最优秀的 如今这样 已经很抬不起头了 好了 张光丘打断 白雨桥 没有学生是垃圾 哪怕他成绩不如人意 也会有别的闪光点 现在你认识到错误了吗 白雨桥咬着唇 点了点头 那就赶紧回去上课吧 白雨桥离开之后 张光丘又敲了敲黑板 都把心思收回来 刚刚的话是说给尖子商听的 你们可别当真 沉寂不好 还能有什么闪光点 赶紧给我好好听讲 说着将数学卷子往桌上一扔 客客都进过了 就数学还那么烂 温馨的气氛瞬间被打破 光哥还是那个光哥 学生们一个个搭了着脑袋 发卷子的发卷子 翻笔记本的翻笔记本 与此同时 苏起 苏锦阳开完会 趁着休息 来到公司附近 一家百年老子号烧鸡店 上次的事 他总觉得自己平时太不关心女儿了 所以他特意想买点苏爷喜欢吃的东西 晚上带回去给他 可还没有进烧鸡店 就被一个身着大褂的算命先生拦了下来 哎 先生 我看你女儿园曲折 要不要听听啊 苏锦阳看了眼那人 礼貌拒绝 不用了 赶时间 这家烧鸡店的老板很傲娇 每天只卖到下午三点 所以他特意一开完会就出来了 苏爷最近很喜欢吃烧鸡 进到店里 他选了只个头够大的 纸包打好 刚出门 算命先生的声音又在身后响起 苏锦阳皱了皱眉 他向来不信这些 还没走两步 就听那人道 先生 你命中儿女双全 但你儿子缘顺随 女儿缘曲折 确定不听听不准不要钱的 苏锦阳顿住脚步 儿女双全 确实被他输中 迟一间 算命先生跟了上来 在苏锦阳面上打量一圈 遇了把胡须 有些严肃的 你子女工 英帅阳盛 女儿命格浅薄 怕是 他是什么 苏锦阳问 算命先生惋惜道 怕是活不过桃李年华呀 你 苏锦阳输得凑眉 自己就不该听这种神棍的风言风语 他懒得再听下去 直接提不离开 算命先生跟在后面 先生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你女儿命格浅薄 但你女儿缘非浅 且祖上应得庇佑 还会有其他的缘分 话未说完 苏锦阳已经快不离开了 小耳朵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别忘了 第192集 未来小少爷 算命先生无奈摇头 他看向一向很准 却没人相信 这边苏锦阳回到办公室 看着手里的烧鸡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女儿命格浅薄 但女儿缘非浅 且祖上应得庇佑 还会有其他的缘分 两声敲门声响起 秘书送来厚厚一摞文件 苏锦阳便开始忙公事了 一中 张光秋用一节课的时间 才讲完了12道选择题 为了跟白雨桥打赌 几乎全班都各选了一门学科强攻 但所有人都十分默契的没选数学 毕竟刚经历过张刚卷的折磨 所以这次考试 除了顾七 张光秋唯一的安慰就是苏也 满分呀 全年级唯一的满分 这婚离的值啊 哈哈 整节课 张光秋朝苏也看了好几眼 一共12道选择题 他让苏也给大家讲了四道 他发现苏也不但聪明 而且很擅长简化解题步骤 就像他在黑板上做的那道竞赛题一样 他原创的第二种解题方法 就很适合基础不好的学生 下课之后 顾七默默将笔带里雷杰的照片收了起来 用手机偷拍了一张同桌的照片 准备放学洗出来 放到笔带里 他觉得拜同桌比拜雷杰还灵 想起之前 他说同桌的选择题是懵的 突然就觉得脸疼 苏也看了他一眼 语气挺平常的 我说了 有我在 不用担心拜一乔 顾七佩服的五体投递 他同桌说过的话 真的从来没变过 博士集团 陆文斌将几分页数不小的小语种文件 递给博云里 总裁 S中那边传过来的 天网的是陆文斌不敢多问 他只知道 这次收购对象 是S州的一个高权限账号 且该账号的所有人 就是在早些年 从华国移民到S州的私家少爷 私情 陆文斌听说过 跟私少爷有关的传闻 听说 他以前在华国商界 也是一号人物 别人都形容他是一只 试血的豺狼 昨天 总裁在集团加班到很晚 想来这次收购 会比从前还要复杂 博云里不嫌不淡地应了一声 陆文斌没走 有些神秘地 从身后掏出手机 总裁 今天苏小姐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 大班主任给我发了一份 博云里没抬头 点了点桌子 陆文斌立刻将手机放过去 博云里停下手中文件 拿过手机看了看 几秒钟后 捏着手机的手指一致 随即微微挑眉 从前他只知道 苏也两次考试的数学成绩 这是他第一次看到 苏也的全科成绩 嗯 这成绩 可以 陆文斌语气很惊喜 没想到苏小姐数学这么厉害 以前我还担心苏小姐 会拉快以后小少爷的智商 现在 博云里一审 陆文斌给了个眼神 未来小少爷呀 嗯 博云里顿了顿 不知想到什么画面 请咳一声 继续看向文件 陆文斌眯起毛子 下个季度加薪 有戏了 他收回自己的手机 盯着苏也的成绩 又看了一会儿 只可惜其他课弱了些 数学这么好 其他课怎么分数这么低呢 博云里云淡风轻倒 你可以试试 嗯 陆文斌没懂 总裁 您让我 试什么 博云里道 试试 每课都考一样的分数 到放学时 苏也数学满分的试 已经在全校范围内炸锅了 一起被学生们膜拜的 还有他用两种方法解奥数题的试 之前苏也说要考清大的帖子 又被迷妹们重新顶了上来 大家都在猜 如果苏也在其他学科上也用用功 总成绩能到哪个层次 也不排除他就是特别偏科数学的可能 但数学能考到高分 这智商绝对不一般 其他科提升到尖子班的水平 应该没什么问题 苏也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 才从教学楼出来 现在问他提的人超级多 就这 顾切还帮他推掉了不少 今天博园里 依然没有时间来接他 路过停车场 苏也往老位置看了一眼 这人 这几天挺忙的 小祖宗们 右下角点赞收藏 第193集 私房照 晚饭的时候 苏也吃的最多的 就是苏锦阳带回来的那份烧鸡 苏锦阳看着他 一脸欣慰 苏也觉得 这烧鸡的味道很熟悉 似乎是从前吃过的一家 老子号的味道 那家烧鸡很难买 晚上十点 博园里终于忙完 离开了集团 发动车子时 他想的是回家休息 可回过神来 却发现 自己已经把车子 开到了苏家门口 真是疯了 昨天中午才见过面 这会儿又想见了 他给小姑娘发了条微信 半晌过后 没有任何回复 他看了眼时间 22点10分 说不定已经休息了 他有些自嘲的笑笑 刚准备发动车子 只听两声很轻的敲窗声 下一秒 车门被打开 来的不是小姑娘 是一个穿着睡衣 披着外套的小男孩 是小姑娘的弟弟 苏星睡了一会儿 起来上厕所时 从窗户看到 门外有车灯亮着 他经常观察 云里哥哥送老姐回家 所以认识那辆车 云里哥哥 你来找我姐 除了上次跟江美美视频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 苏星很自来熟 博云里看向这只小包子 没了两秒 暂时并没有邀请他上车的意思 苏星开着车门没上车 直接趴在副驾驶那 见博云里 没说话 也不尴尬 掏出手机 边翻边倒 云里哥哥 我姐特可爱 我最近拍了好多 我姐在家的私房照 你想不想看 老姐的私房照相册 是她最引以为傲的作品 这一个多月以来 她拍了快一百张了 一直没有机会跟别人分享 今儿终于找到了机会 云里哥哥肯定会对老姐 平时的样子很感兴趣吧 博云里沉默 苏星歪着小脑袋看她 难道她不想看 刚有些失落的要收起手机 转身离开 下一秒就听博云里十分温柔的道 上车凉 外面冷 二十分钟之后 博云里将苏星手机里 所有跟苏爷有关的照片 悉数传到自己那个名为未婚妻的相册之中 一张不拉 哪怕是照花的 照重复的 都不放过 里面有苏星把从江美美那儿抢来的发卡 卡到苏爷头发上的照片 有苏爷吃烧鸡的照片 有苏爷在花园种七神子的照片 有苏爷徒手搬冰箱的照片 这是什么宝贝 苏星在一旁等着 一点也不着急 他抱着车上的博酒玩 两条腿在副驾驶上晃啊晃 他从兜里掏出一根棒棒糖 剥开糖纸 红红的小嘴裹着糖 玩博酒的时候 一不小心棒棒糖掉在了皮座椅上 他赶紧拾起糖 拿纸蹭了蹭座椅 糖水很黏 纸屑黏在上面 越蹭越花 他一愣 略有些不自信地看向博云里 云里哥哥 对不起 听江美美说 云里哥哥有严重的洁癖加强迫症 刚刚的做法足以让他发疯 博云里逆着粘在座椅上的糖渍 看了两秒 苏星咽了口唾沫 超紧张的 第三秒 博云里狭长的眸子 挽出好看的弧度 小事 用不着道歉 喜欢吃糖 回头我给你买 苏星笑了 江美美听到的果然都是小道消息 根本就不准 云里哥哥最好了 博云里看了眼微信 小姑娘还是没回复 想了想问 你姐呢 睡了吗 苏星眨了眨眼 没睡 博云里的毛子微微眯起 没睡不回他微信 苏星将捡起来的糖 继续塞进嘴巴里 博总裁看得快炸了 我姐洗澡呢 博云里 忍耐 苏星很随意的指了指老姐房间的窗子 你看 那个就是我姐的房间 一会儿 她洗完出来 你就能看见 博云里顺着看过去 原来苏爷的房间离他的车子这么近 房间灯还亮着 窗帘是层半透明的纱 苏星打了个哈欠 将自己的小手机揣回兜里 唉 云里哥哥 我想回去睡觉了 博云里帮他把外套的帽子扣上 大手在他头顶轻轻拍了拍 他头很小一个 有点萌 姐姐们 你们这么厉害 第194集 我想娶你 苏星跟苏爷长得有几分相 不知怎的 博云里突然想起陆文斌说的 博家未来的小少爷了 小家伙走了 博云里目光落向女孩的落地窗 小姑娘在洗澡 脑子里的画面渐渐不可描述 这样想下去很危险 他直起身子准备开车 可刚发动车子 就见苏爷的卧室的灯又亮了一度 他洗完澡出来了 灯光透过沙帘 将女孩轻瘦的身影映得清晰可见 特别当他走向靠窗的书桌旁坐下时 他甚至能分辨出 他只穿了一件宽大的T恤 腿部线条一览无语 变态 博云里猝了猝眉 女孩的闺房竟然用这种窗帘 苏爷又大大咧咧 一点都不在意 同时他收到苏爷的回信 小祖宗 赞 刚看到 怎么了 博云里本着老父亲的心态 决定给予善意的提醒 他长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个字 苏爷洗完澡 头发半干 屋里热 他随便扯了件大号T恤套上 坐仔叔桌旁 翘起二郎腿 欣赏了会儿 他那双堪比超模 又直又长又白的眉腿 先回了博云里的微信 然后打开电脑 准备回复苏启阳的邮件 他知道 侄孙女的窗帘挺透的 但这是在别墅区 平时没人经过 他也就随意些了 片刻之后 他收到一条回复 聚宝盆 不穿裤子容易感冒 苏爷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腿 又看向窗外 毛子瞬间眯成一条缝 窗外隐隐可以看到车灯 偷窥 变态 但毕竟有窗帘 应该看不清楚吧 正想着 他的微信又来了 聚宝盆 头发吹干在谁 变 吹头发吹到一半都能看清 两分钟后 又一跳 抽空换个窗帘 太透了 不安全 苏爷的嘴角抽了抽 知道窗帘透不赶紧走 边吐槽边看是什么笔好 他想了想 发过去一条语音 等我一下 发完 他起身 缓缓走向窗边 此时 车上的脖里 看着女孩的身影越来越清晰 猴杰不自觉地跳动了一下 他靠向椅背 双腿交叠地换了个坐姿 他不会 想拉开窗帘吧 他穿的有点少 虽然现在周围没有旁人 纠结了一秒之后 还是脑闲口直地 回过去一条语音 好 他想他了 他的音色很独特 低沉中 夹杂着一种游刃有余的缓 有种难以言喻的禁欲感 可是 依然改变不了 他在素颜心中根深蒂固的变态形象 博云里望向窗子 半闪过去 窗帘没有打开 却而代之的是窗帘中缝 动了动 女孩伸出一只好看的手 冲着他 竖起了一根手指 当然了 不是拇指 呵呵 博云里低笑着骂了一个字 猜猜是什么字 当天晚上 博云里做了一个梦 夜色朦胧 小姑娘站在窗边 最终将窗帘拉开 不知哪儿来的一道白光 透过窗户 硬得他人眼明亮起来 他头发半干 宽大的白T恤 勉勉强强遮住大腿 梦里的画面很清晰 他锁骨线条纤细 有种单薄的易碎感 白玉般的腿 似乎还萦绕着水雾 卷着沐浴过后的清香 漫不经心地勾着人 那梦到后来有些失控 他没忍住 进了小姑娘的闺房 拉起他那件 本就遮不住什么的T恤 里面是粉色包纹 而小姑娘说话 还是那么直 他问 你是不是想睡我 第二天醒来 时间有些晚 薄云里洗澡出来 立在卧室内的洗手台边 涂了第二遍洗手液 再涨心 洗完 他抽了几张纸巾 认认真真地开着手指 直到一滴水珠都不沾 他一手撑着洗手台 一手捏了捏眉心 半晌后 朝镜子里瞥了一眼 他眼睛生得好看 但是冷冰冰的 明明是一副薄情寡义的皮囊骨像 可在遇到某人之后 他一丝不苟地着好衣衫 慢条丝里地戴上那副 斯文轻薄的眼镜 转身走了出去 小耳朵们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第195集 发展到哪一步了 陆文斌已经在客厅候着了 从S州那边又过来了新的文件 本以为总裁今天多睡了一会儿 精神一定恢复得不错 可等见到总裁后才发现 总裁眼瞼下是一片淡青色 怎么看着有点那个什么过渡 伯云里没有立刻去集团 先落座沙发 拿过文件翻看了起来 佛站路过客厅 满意地看看自己的大帅孙 刚要走 又退了回来 他也觉出 大帅孙今儿的气色 有点一言难尽 作为过来人 他语重心长地坐在伯云里身旁 故作闲聊道 云里啊 你跟爷爷 发展到哪一步了 伯云里捏着文件的手一致 偏偏在他做了那样的梦之后 问自己这种问题是什么路数 伯站见他不说话 又问 这样了吗 伯云里掀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见爷爷正撅着嘴 像只缺氧的金鱼 接吻什么的 只有间接的 同喝一杯水的那种 他当然不会说 伯云里默了两秒 看向别开视线 偷偷憋笑的陆文斌 一会儿你再去定做一样东西 陆文斌收敛了笑 好的总裁 定做什么 上次是给苏小姐定做校服 伯云里吐出清晰的两个字 窗帘 苏起 苏锦阳趁上午给张光丘打了个电话 想多了解一下苏也在学校的情况 听张光丘说 他才知道 一中前阵子七中考 而昨天成绩已经出来了 苏也 数学竟然考了满分 苏锦阳还来不及为这件事而震惊 张光丘又严谨一概的说了一下 苏也最近在学校发生的事 张光丘好不容易逮到了苏也家长 赶紧趁这个机会 好好和家长交流交流 苏锦阳本以为 学生在学校除了学习 不会有其他的事情 可是张光丘口中这一件件事 信息量都超大 他反映了老半天 其中最让他在意的就是苏也前段时间 因为一个不识的帖子而被网报的事情 听说还是严局长亲自来帮他澄清的 苏锦阳深感诧异 苏也能认识严局 他们是如何认识的 通过谁认识的 苏锦阳不得而知 但不论如何 严局帮了苏也这么大的忙 有时间应该带上苏也 请严局吃顿饭 表达感谢 不然理数上太不周到了 不过苏锦阳混到如今 别说是严局了 连严局的秘书电话都没有 看来只能等苏也晚上回来再说了 一中 一般上午第四节课是数学课 高盛男的兴致不高 按理说年纪第一第二都在自己搬 算是进步了 可容若的成绩滑铁卢 从从前到搬机第一 直接退步到搬机第十六名 这让他很失望 不过最打击他的还是苏也 那满分卷子还是他亲自批的 苏也数学考试没有抓揪 卷子四个角是完整的 高盛男压根没认出来那是他的卷子 还以为是自己搬白雨桥的 现在想想真是挺讽刺的 下课铃声一响 他便直接收好了教案离开 没多停留 苏也抱冷门大考满分的事 让容若莫名觉得自己跟白雨桥同病相连 他甚至觉得自己退步到十六名 都是苏也给他的影响 他拿着饭卡路过白雨桥山边时 装作不经意的低谷 真希望博云里能早点认清苏也的真面目 再这样下去 苏也可要把我们都比下去了 白雨桥的身子一顿 他知道容若是故意的 但片刻之后 他还是拿出了手机 这几天 齐宇给他发了好几条微信 他都没回 齐宇知道他人脉广 认识不少媒体 话里话外的意思 是想让他找个信得过的 好好教训一下苏也 把苏也从前的丑事宣扬出去 让别人知道 他曾经如何追别的男人 贴吧的影响力太小 而且弄不好 还容易像上次容若那样 被人盗号反击 可如果上新闻了 那影响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博云里面子上肯定过不去 连带着 就会对苏也产生厌恶 班宇乔不知其余 为何会这么讨厌苏也 但他确实挺犹豫的 可又觉得这么做 有些掉价 想了想 还是将手机先放了回去 随手拿起一本书 吻了一下心神 第196集 等您离婚了我再考虑 23班门口 苏也从厕所出来 刚想回屋拿饭卡 却被范中静给拦下了 苏也 你有没有兴趣 去老师带的火箭班 我这边可以帮你跟校长说 诸位掀起一片议论的声音 昨天才出成绩 范老师这么快就来抢人了 哎 你们说 校花会不会答应啊 还用猜 火箭班班主任亲自来请 以后肯定会特殊照顾的 苏也成绩偏刻的厉害 错过这次机会 可就去不了了 可范老师这么做 有些不地道啊 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范中静早就盯上了苏也 不过那时 只知道苏也医术好 怕他成绩太烂 影响自己班的升学率 所以没开口要人 这次期中考试成绩一出 范中静一下来精神了 数学能考满分 绝对不笨 如果能在自己的帮助下 再考个物理满分 光想想都长脸 况且照这样看来 按张光秋说的 通过特长生考进清大 应该没有问题 这么多才多艺 又能提高升学率的学生 他可一天都不能等 多等一天 都怕被别的老师给要走了 他盗了眼 作为议论的学生 将苏也带到一边 继续道 苏也 老师也是物理组组长 到了我的班 老师给你加强一下 进步肯定很大 苏也的语气很淡 但挺有礼貌 不好意思 我留在二十三班 范中心愣了愣 他没听错吧 苏也想留在二十三班 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有上进心 苏也 学习环境很重要 如果你能去尖子班 感受到尖子班的学习氛围 比你留在二十三班 进步速度要快很多 老师我也不是什么学生都收的 像你们班的顾期 他成绩 其实也够尖子班的标准 但老师就没想要 老师就看中你 苏也皱了皱眉 挖墙脚就算了 可刚才这话说的 不像那么回事 他看了他一眼 微微挑眉 范老师 等你什么时候也离婚了 我再考虑 周围的学生先是一愣 没想到苏也竟然拒绝 而后发出振振克制的笑声 苏也回班级好办上 范中健才反应过来 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头顶 想离婚 那也得先找人结婚才行 唉 也不知道张光丘 到底哪比自己有魅力 回到班级 田冲挺不好意思的看向他 苏也 你帮我讲讲这道题呗 上次张刚这儿的时候 苏也主动要给他讲题 他竟然没看得上 一想到这儿 他就想把自己埋起来 苏也看了他一眼 勾起唇脚 开始讲题 田冲锁着眉认真听 片刻之后突然一拍脑门 这是神了 这题光哥讲了两遍我都没听懂 你讲一遍我就懂了 你说这方法比老师说的简单多了 苏也转了转手中的笔 田冲既好题 又挺神秘的转向苏也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你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进步这么神速 有什么秘诀 也跟我分享分享呗 苏也摸了摸下巴 没想好要怎么说 鼓气抢先一步道 我知道 他从猪洞里拿出一摞卷子 疯狂的安利 那就是这套黎云百考卷 爷爷就是做了这里面的数学卷 成绩才突飞猛进的 我做了其他几颗也进步了 苏也暗自点头 鼓气可真是个小机灵鬼 田冲如获质宝般接过卷子 苏也 那你能接我做做吗 苏也说好 这卷子田冲好好做 成绩能提高不少 鼓气补充了一句 白鞋在本子上 别往卷子上画 可珍贵了 下午 博士集团 博云里开完会 回到办公室 林展已经站在办公桌前 等他了 林展见他终于回来 赶紧小心的 关上办公室的门 表情挺认真的 表哥 经过我的反复对比 L的编程习惯和Y的助理上号相似度极高 这样看来 他们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博云里原本在整理会议报表 听到林展的话 手上的动作输得停了 纵然是有过猜测 但真正听到这个答案 还是有些意外 他靠向椅背 随手捏起一支钢笔转着 似乎在想事情 小祖宗们 第197集 未婚妻的小祖宗马甲 林展想不到别的层面 单单是知道自己崇拜了多年的偶像 就是Y的助理 就已经很震惊了 这Y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竟然能让L这种教父级的大神 给他做助理 难怪自己一直破解不了他的账号 他看向博云里若有所思的表情 表哥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 那黑客高手这么多 你怎么就怀疑L是Y的助手 像表哥这样高深莫测的人 下达的每一个指令 肯定都是经过严谨的推敲与分析 紧接着 博云里迎着林展崇拜的目光 十分坦然道 随便猜的 林展 乌宇 博云里的确是猜的成分比较大 从假设雷杰是L 假设苏也是Y 假设雷杰与苏也认识 到推理出L是Y的助手 都是猜测 可没想到 用假设推理出来的结果 竟然被证实了 这就说明前面的假设很有可能都是真的 我说表哥 关于L的真实身份 你有没有眉目啊 如果能知道L的身份 那么Y的身份也 周围 周围林展的声音 仿佛在渐渐变小 博云里的视线望向窗外 耐人寻味的秘密 他可以确认雷杰是L 若雷杰跟苏也也认识 那么Y的身份 林展之前查到 Y重新出现前 最后一次登陆 是在四十年前 正巧是苏也姑奶奶去世那年 博云里的手指 在桌面上轻轻敲着 难不成 他这个小未婚妻 还真是个小祖宗 他点开手机 随意地注册了一个账号 然后关注了雷杰的印子 并设为特别提醒 一有更新 便会第一时间推送消息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 总之 先关注了 表哥 博云里收敛神思 看向林展 他怎么还没走 对了 博云里将右手边的文件给他 今晚的飞机 你去一趟S州 林展看了眼 那份小鱼众的文件 一副如临大敌的表情 他好怕自己把事情办砸了 毕竟这次表哥 要从私情手里收购权限 那男人 知道要收购他权限的是表哥 不坐地起价才怪 博云里看了眼林展 心肌梗塞的表情 语气如常道 放轻松 有事联系我 林展刚离开 博云里接到了一个电话 看号码 是苏锦阳 云里啊 这周末不知你是否有时间啊 我想参个饭局 感谢严局长对苏也的照顾 如果你能来 经过上次的事 苏锦阳心里 已经将博云里当作半个女婿了 早就听闻码局十分威严 不够言笑 苏锦阳心里没底 可博云里这人做事沉稳 让他很有安全感 博云里闻言并没有太大反应 他知道苏锦阳的担心是多余的 不过 他问 苏也去吗 苏锦阳答 他当然要去的 博云里看了眼自己 接下来几天的行程表 满满等等 各一秒后 开口的依然是 订好时间发给我 谢谢 苏家书房 撂了电话 苏锦阳长舒了一口气 刚一回身 就撞见刘贵芳 不知何时站在他身后 悄无声息的 爷爷认识严局 不是你的关系 刘贵芳语气十分震惊 之前在校门口听说 苏也认识严局 他自然而然的以为 是靠儿子苏锦阳的关系 可刚刚听儿子电话里的意思是 竟然不是 晚饭时间 苏锦阳和爱的看向苏也 爷爷啊 爸爸才知道 你上次在学校的事情 听说是严局长帮你解决的 你联系一下他 爸爸周末想请他吃饭 好好地感谢他 许幻英保持着 网口中夹菜的姿势 看向苏也 有些发愣 他虽然不看法制频道 但对严局长的大名 也是如雷贯耳 苏星对这些事不感兴趣 正埋头给老姐拨虾 低着头两只小手拨弄着瞎子 表情十分认真 江美美爱恋公众号里教的 暖男必备技能之一 不瞎 他老姐在外面有云里哥哥宠 在家 他来宠 苏爷给苏星喂了口饭菜 语气淡淡地回 不用跟他客气 苏锦阳挺不高兴地放下筷子 爷爷 你听话 这些人情世故你不懂的 特别是像严局那样身份的人 人家帮你 你起码得请人家吃饭表示感谢吧 要不实在说不过去啊 这样 你要是不好意思开口 你把他的手机号给爸爸 爸爸跟他说 苏爷十分奢侈的 一筷子夹起四枚光溜溜的虾肉 送入口中 没存的手机号 忘了 苏锦阳愣了 听表早说 有人想听本少宠溺的 喊一声小祖宗 本少还有女粉 本少太高兴了 小祖宗们 一定要记得点赞收藏 评论和展放 表扫的诱惑什么的 坚决不能看哦 刘贵方斜眼 带着素颜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上次让自己在朋友面前丢进脸面就算了 他竟然没存言局的手机号 这么好的机会不好好把握 简直是无语透顶 这样换作荣若 别说存好手机号 说不定早就叫上干爹了 真是不安事事 一点都不知道大人维护人脉有多辛苦 徐幻英倒是难得聪明一回 也没急 挺耐心的问 爷爷 没有手机号 那有没有其他联系方式啊 素颜看了他眼 然后又看向气出满脸褶子的刘贵方 轻声一审 嗯 我们都是微信联系 一桌子人 微信 像阎局这么个岁数的人 微信里一般只有家人 战友 高层领导 素颜竟然有阎局的微信 这可比手机号强多了呀 刘贵方瞬间觉得脸疼 撇了撇嘴 没说话 徐幻英反应了一下 有些惊喜的劝 爷爷 那你就问问吧 你爸这人呢 认死理儿 不请阎局吃顿饭 他不安心 苏颜思考了两秒 点头答应了 苏锦阳并不知道 自己跟阎正威的关系 不让他请 估计是不会罢休的 这时 苏颜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他扫了一眼 是雷杰发来的 因为雷杰最近经常发垃圾信息 所以他并没有太在意 可是下一秒 他注意到雷杰发来的一张图片 想了想 怕跟天王有关 便点开了 这边 苏锦阳听到苏也的答复 笑得温和 一旁许久未出生的刘贵方 不知想到什么 儿子 到时候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我年纪大 一起去显得重视 是 苏锦阳有些犹豫 徐幻英用手挡着半边脸 在刘贵方看不见的角度 疯狂给苏锦阳示眼色 苏锦阳接收到 轻壳一声 妈 您还是在家休息吧 到时候出门再不小心 磕着碰着了 我可照顾不过来啊 儿子 我身体好着呢 你去哪儿啊 这么快就吃完饭了 刘贵方话没有说完 苏锦阳直接找借口离席 他尴尬的不行 可饭桌上压根没人管的 连一句劝慰的话都没有 仿佛当他不存在 苏锦夹起最后一只虾给老姐 姐 苏也低头捏着手机 微微发症 半晌后 苏锦又叫了一声 姐 你看什么呢 苏也抬头看向苏锦 有些心不在焉的吃了虾 最后视线落回手机屏幕 雷杰发来的不是普通图片 而是一张照片 而且是苏也的照片 京都的晚上 M国正是早晨 雷杰最近连续拍了好几场夜戏 忙得日夜颠倒 以他现在的身份 其实完全可以拒绝这种高强度的拍摄 但他没有 人都说 疯子与天才 只有一线之格 雷杰完美诠释了这句话 特别当他被事情所困 捋不清头绪时 更喜欢用工作来麻痹自己 这会儿 他又熬了一个通宵 刚刚从剧组回到家 没有休息 直接打开电脑 手法熟练的点开了一个文件夹 里面是来自华国某高校贴吧的照片 每一张都是苏也 自从上次游记周边 雷杰便对Y的身份产生了怀疑 所有周边都被送给一个叫做顾七的女生 他查过顾七 并未见特别 唯一算上特别的 就是顾七有个当校花的桶桌 名叫苏也 苏也是医中的风云人物 雷杰随便翻墙进入医中的贴吧 就能看到许多他的照片